《农业》为百业之本 但是一个王朝不能只有农业 本期视频主要讲述的是 阴商时期的商业、手工业、畜牧业 以及田链活动的部分情况 有观点认为 阴商王朝的贸易行业 是由商部族垄断的传统航道 这个族群从王亥的时代里 就开始组织长途贸易了 而到了成汤的时代 这门传统手艺依旧没有丢 管子轻重夹记载 夏杰想要用精美的布帛 来装饰他宫中的舞女 一眼知道了 就让商伯的女子全部加班加点 抓紧时间生产布帛 然后用这些布帛 从夏杰那里换来了无数的宿命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 倒是可以说明 当年夏末商书的大旱灾中 商业贸易帮助商部族 停过了天灾 并且加速了夏商一代 不过春秋战国时代的 诸诗百家 非常喜欢让历史人物 在他们编造的故事里 客串演出 所以这个故事 未必有多真实 但有一件事是真实的 河北搞成台西遗址 出土了阴沙时期的淡麻布料食物 对食物进行分析可以得知 阴沙时期的人们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 韧皮纤维脱胶技术 制造出来的淡麻布 精沙密度是每厘米18到20根 尾沙密度是每厘米6到8根 精沙投影宽度 约0.8到1毫米 尾沙的投影宽度 约为0.41毫米 约相当于石生布 已经非常接近西汉马王堆汉木 出土的麻布水平了 而在环水南岸的阴墟西部地区 发掘有巨组买账的平民墓葬 1003座 很多墓葬中都发现有彩绘布曼 盖在棺果上 铺在随上品下 有的人还会用彩绘布曼 将尸体包裹上好几层 当时的人们确实掌握了 高超的纺织技术 另外 现代人已经发掘出了 吴丁的第一任王后 复好的墓葬 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 有使用来自新疆地区的 和天玉制作而成的玉器 还有来自南海地区的 阿文寿碑 殷墟中用来占卜的龟壳 有的来自陆生乌龟 有的来自南海的大海龟 人们分析青铜器的成分 怀疑其中的铜来自长江流域 铅和锡来自云贵高原 从山王朝控制的疆域来看 除了长江流域的铜以外 其他东西好像都在经过贸易 才能得来 因此有人认为 印山王朝的商贸产业非常发达 而上代墓葬中出土的贝壳 有的是天然形成的海贝 有的是人工制造的铜贝 骨贝 磅贝 石贝 光是一个富航墓就出土了6000多枚贝壳 不大可能都是装饰品 毕竟这么多贝壳挂在身上 也不符合正常人类的审美 在平民的墓葬中 为数不多的贝壳一般会放在 墓主人的嘴里 手里 脚下 或者其中成对的放置在墓葬中的某一处 所以可以推测 当时的人们用贝壳来充当一般等价物 及货币 而可能是为了应对商业需求 印商时期的青铜制造业和陶器制造业 很早就开始了专门化和行业化的生产 郑州商城里陶器租房生产的陶盆 印度古器租房里生产的古迹 都属于大规模制作的单一品种产品 有人猜测 这些产品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 为了商业贸易 也为了配合王朝的使官们 来往不同的方国 吴丁时代的印商王朝还建设了大量的道路 沿途有休息歇脚的观影客栈 也有保护道路安全的军事要塞 以印度为中心 形成了六条交通干道 分别为 西行从印第出发 经过沁阳地区 从孟金渡渡过航河 进入伊洛平原 向西穿过小山谷地 进入渭河平原 并有可能继续南下 经过汉中地区 进入成都平原 南行 从印第出发南下 穿越方程山 经过南洋盆地和水澡走廊 抵达长江中游地区 并有可能属长江而上 穿越三峡 进入四川盆地地区 东南行 从印第出发 经过如今的河南商丘一带 南下渡过淮河 进入江淮平原地区 东行 沿着古济水地区 水路并进 抵达波海岸边 东北行 沿着太行山东路北上 在如今的石家庄地区 开始转向东北方向 抵达济东地区 并有可能穿越龙龙道 进入阎山以北 西北行 穿越太行山的井形 或者福口形 进入如今的山西地区 六条交通干道以及其他的大小道路 以阴地为中心 辐射天下 殷商王朝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就随着这些道路也伸向远方 而出行的交通工具方面 水路有行船 陆路有马车和牛车 遇到大型的河流 拦战路上 也可以在专门的观影渡口 装船渡河 也有观点认为 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 直接骑马的出行方式 而马和牛这样的大型牲畜 一般需要畜牧野部门来提供 殷商时期养殖的动物 包括黄牛、水牛、马、羊、猪、驴、狗、大象、骆驼 以及鸡和鸭这样的家庭 有些牲畜的养殖有地域差别 北方地区水牛和黄牛都有养殖 南方地区多为水牛 而骆驼目前只在关中平原西部以西地区有出土 当时还有阉割生树的技术 人们用屎来自带猪 猪用来自带被烟割的公猪 并由此衍生出镯子 用来自带被烟割的人 有观点认为 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人工养殖的鱼 甲骨文中曾经有一次捕捞三万条鱼的记录 木瓜们在王姬及贵族和方国的封地之间的边疆 建立牧场养殖生树 这些生树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 被当作祭品来使用 甲骨文中曾经有一次祭祀 使用一千头牛的记录 因此 商王也会经常前往牧场 视察生树的养殖情况 作为王后 富豪也会负责管理被用作祭品的生树 有观点认为 商王的后妃们 会分管不同种类的祭祀生树 按照理计的说法 性侵时期的肉类祭品 主要有11类 分别是 被称为医院大午的牛 被称为刚烈的猪 被称为寻肥的乳猪 被称为柔毛的羊 被称为汉阴的鸡 被称为耕剑的狗 被称为梳子的野鸡 被称为名士的兔子 被称为引迹的干肉 被称为商机的干鱼 和被称为兔子的鲜鱼 富豪负责管理的就是地位最高的医院大午 牛 对应的职位叫丝牛 畜牧业除了为王室贵族提供祭品以外 还提供拉车的牛和马 马车一般用于作战 而牛车会被用来运送货物 除此之外 畜牧业还为王室贵族们提供着肉类食物 鸡 鸭 猪 狗 牛 羊 这些动物 都曾经成为过当时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而除了食用人工养殖的生存家庭以外 商王和贵族们还喜欢一些野味 而这些野味就需要通过打猎来获得了 殷商时期似乎有固定的猎场和田猎区 这些田猎区的位置 有太义田猎区 浸阳田猎区 暗阳田猎区 浦阳田猎区 田猎无定所 等多种说法 学者们正在激烈争论当中 从加古普斯来看 当时的主要猎物包括 老虎 大象 寺 野猪 鹿 迷鹿 幼年小鹿 狐狸 兔子 野鸡 鹰 这里的四 有的人认为是犀牛 有的人认为是水牛 本系列视频把它当作水牛来叙述 殷商时期的狩猎方式一共有六种 狩 多人合作 对猎物进行系统型猎杀 效率较高 曾经一次捕获过两只母虎 两只公虎 一头水牛 二十一只鹿 两头野猪 一百二十七只小鹿 二十三只兔子 二十七只野鸡 坟 放火烧山 火灭之后 对猎物进行收集和整理 这种方法效率更高 收获丰盛 往往能收获大量的大型动物 当时的人们 曾经用这种方法 一次捕获过十一头水牛 十五头野猪 竹 驾驶车辆 与猎物进行生死兼数 这个过程当中 看上去 是发生过一些事故 井 设置陷阱捕猎物 这种方法的效率 在所有方式当中最高 曾经一次捕获过 七百只迷路 有的时候 还能捕获 掉进陷阱的水牛 往 这种方法 可以用来捕鱼 也可以用来捕猎禽兽 当时的人们 主要用这种方式 来捕猎野鸡和鹿 射 用弓箭 对猎物进行射杀 根据统计 吴丁及其以后的 时代的甲骨文中 提到过 两千七百四十七次 填列活动 其中明确提到方法的 填列活动中 瘦 有二百三十七次 焚 有五十三次 竹 有一百六十五次 井 有六十七次 网 有一百一十二次 射 有一百二十一次 坟和井 效率抬高 使用次数较少 瘦的使用次数最多 可能是因为 这种方式 最能训练团队协作作战的能力 也许 一次瘦的过程当中 捕获的猎物越多 就代表 支持军队的战斗力越强 殷伤的军队 在出生之前 一般会以野生动物 为假象敌 通过舔猎活动 来训练军事技能 通过捕获猎物 来振奋军队士气 而上王朝真正要与之作战的 并不是那些野生动物 而是太行山那边的敌人 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们将会具体讲述一下 武丁时期的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